还来的细致,为什么? 因为他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他是一个成年人 而且他背后有相当的经验 生活经验,社会经验,等等经验 因此由他的眼睛看出来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 他的形容,他的描述 都附加了那些东西在里面 那些的资料在里面 并不是说我看到 就是一般人 去旅游的时候就是 上车睡觉,下车尿尿 然后就是到处购物 就这三项 真正的所有文化深度 通通不知所云 也充耳不闻 有看没见 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就觉得说 这个文学作品 我就反对说 他形容一个什么食物 其实他用文字的堆砌 堆砌 为什么不能够直接用一个图像 来解决呢? 有人讲图像太定格 太这样 不让人有幻想跟抽象 或者是亚有什么 但如果当你的目的是要表达一个东西 就是观察,你的观察 你要描述的时候 最简洁的就是 就是图示 这就是 比如说 你今天派了一些留学生 到像清朝的派很多留学生 到国外去 他如果回来还给你写个文言文 这个机器也是什么 这把枪是什么 几杖几杖 纯粹用文字 你拼不成形状 尤其是不规则形状的时候 你怎么形容呢? 你完全没办法形容 你只有把它图像画出来 所以就才有机界制图 机界制图这个概念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古代没有 连透视图的概念 是欧洲的那个文艺复兴时代 才开始的 米克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那个时代 才有的 才发明的透视法 同样的 机界制图是在什么时候才有的呢? 在中国差不多是在清朝的时候 才发明的 所以当你去看看那些 比如说 这个吴建仁他们写的那些文章 还有那些 当年要引进洋学的那些人 那些不管李鸿章什么什么 这些人 派了很多的学生到国外去学东西 那个时代是因为外国人 他教你做船间泡利的时候 教你制造机器的时候 已经开始用机界制图了 所以你看吴建仁这样子的人 就是我佛三人 也就是那个 《三十年目睹之怪现象》的作者 那他就在他里面 他的书里面就讲的非常非常重点 就是说 机界制图非常重要 他不是一个学机界制图的人 但是他都想要 他就改行 想学这个工程 原来他只是一个五文弄末的小说家而已 一个记者 五文弄末的人 结果他都想改行 因为他发现到 这个如果做个工程师的话 才是救国之道 才是这个发财之道 所以今天跟各位讲就是 我想这个老师们 如果说 我看过很多网路上很红的人 在那边说书或怎么样 他如果说有能耐自己画一个图 图文并茂的话 那才是真的 最高层的老师 就像我这样 能画 能讲 能说 那个能写 写你说的 说你做的 做你写的 就是这样 那同样的还可以有图示 所以这就是观察与描述 其实所有的文学就是在这个 观察与描述 比如让你看到一些人 故作神秘 或者是 这个 让你 让你 坠入无理物中 结果解答的时候 让你非常火大 那就是因为他太过肤浅 而他的推理或怎么样 都是 都是故作神秘 如果说 他能够很简单的说 直接用一个图 比如说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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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佛尔摩斯的探案 在哪一个地方 他只要把地图画出来 哪里发生命案 然后那个 那边有什么建筑什么 就把它画出来 还原现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看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们喜欢看 福尔摩斯探案的电影 影片 而不便宜去看小说 同样我们看哈利波特 喜欢看电影 而不喜欢看小说 就是因为 小说 他的再怎么样 用文字堆切 没有办法 跟 变成实际图像 而电影就是实际图像 声光画电 就在你眼前 所以你觉得 很容易接受 我们很容易接受 如果从文字上 来慢慢堆切的话 徒劳无功 甚至于四倍功半 甚至于是完全无效 但是各位可以看看 我曾经讲金瓶梅的时候 我说过 金瓶梅上面 连一个簪子 一个女人擦头发的簪子 或者一个饰品 他的写法 你看过之后 你都可以画的出来 还可以复制的出来 就不用文字 不用图像 那就是那个人的描述的技巧 就在这里 所以我想老师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不要被名气所获 就是这个人很有名 我们觉得他写的东西都是最好的 不是 以现在来讲 包括现在网络上的人 在那边讲东讲西的那些人 他在随便画个图画不出来 他没有那个绘画能力 所以杂食杂学是很重要 多才多艺 那个艺是利益的艺 不是艺术的艺术 你有很多种才能 你如果说都能充分表达的话 那才是最高的师资 以上 吴宗臣跟各位分享 谢谢